来 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下周莉的职场情商 你是新进的实习生 在公司的工作群里 at了比你资历老的同事 结果被这位同事教育了一番 你会怎么做 如果是在群里 他直接教育我的话 那么我首先会在工作群里就是道歉 因为他资历比我老 我要尊重他 然后那么在私下 我会主动地和他沟通 是我的言辞冒犯到您了 还是说我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出错了 然后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私下的沟通 让我知道我出现了什么错误 那么我之后就不会再犯了 我觉得其实你前面的那个逻辑讲得特别好 就是后边你去那个请教的方式 好像看起来有点这个质问他的感受 其实你在群里道歉了 然后私下再单独说一下 就会更合理了 没必要说我是哪有做错了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他回答得特别好 我觉得他回答得特别好 因为一个职场戏人来讲 有时有一些职场规则 他就可能不知道 你新人就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 职场上的一些 甚至比较低端的low的错误 那就是说首先道歉没毛病 其次我还得真的知道 我错哪了 我下回呢好改 你这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换句话说咱谈不上改 至少我知道这人习惯是什么 以后遇到他 我就用你觉得好的方式 我对待你就完了 还会变成大摆了吗 对吧 来 第二环节到这里 你的成绩还很好 一共就有十二战 有请各位企业家再次做出选择 很优秀 主要是我们企业没有岗位 来 祝贺你 周莉 成功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 盘前勿伤感情